我的眼睛 让我笑 让你留在一段时间 我的眼睛 让我生气 让我生气 让我感觉好 因为我在台湾好几年了 然后台湾的朋友 曾经会带我去吃吃喝喝的地方 就是热炒店的哪一种 可是今天听说 咱们会带我去 Bistrolet的餐厅 你知道Bistrolet是哪一种吗 就是藤酒馆 非常想念我家乡的味道 那现在准备好了吗 跟我一起走 普典华丽的金色线板 水晶吊灯 搭配上工业风水泥地板 现在感的欧式装潢风格 预告了这家餐酒馆内 道地的欧陆风味 但到底什么是Bistro 是和料理风味有关 还是和店内的气氛有关呢 那就是现在欧美有流行一种 所谓的叫做 Casual Fine Dining 或是叫做Bistrolet 或是Gastro Pop 这样的概念 那基本上就是说 在一个轻松的环境里面 但是我们做菜车 却是一种精致的菜车 那甚至有些菜车 它是比美一些 比较精致高级的餐厅的这样子 那我建议一开始的时候 先可以品尝我们这道是 白鲁笋跟伊比利火腿 我们是选用来自于这个法国 或是荷兰的白鲁笋 那我们就选用所谓的3A的等级 那所以3A的意义就是它 平均的直径是超过三公分 它的这个体积 它的体型 跟它的那个多汁的这个程度 都是算是一个最高等级的 一个这个水准 3A等级的白鲁笋 穿上了一层油亮诱人的外衣 这可是生火腿当中的人气王 伊比利火腿 至少得经过一年以上的风干熟成 不但价格昂贵 滋味也最丰富 而且我发现就是打上面 就是亮亮的感觉对不对 对 是油吗 对 我们上面有淋了一点这个松露油 那我们利用这个伊比利火腿 就是包覆这个白鲁笋 那所以我们在浴口的时候 这个伊比利火腿的 它这个一个比较咸香的一种味道 那它就可以秤多出 白鲁笋的这个鲜甜跟多汁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品尝这道牛骨髓 跟焦糖洋葱麵包的部分 这个黑色是什么 是烤太久的意思吗 不是吧 相信许多观众也跟舞羊一样 误会这一层黑鸭鸭的东西啦 其实啊 这是焦糖洋葱酱 切成4的洋葱 必须经过3到5小时的细火拌炒 直到看不出原本的样貌 最终成为酸酸甜甜 带有焦糖色泽的洋葱酱 我们把这个牛骨髓 跟鲜抹在这个面包上面 好特别耶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炖牛頰肉 再把它放到这个牛骨髓上面 可是就是把这个酱跟这个 就是合在一起 对 就三个搭配在一起吃 然后就是这一口吗 对 因为牛骨髓它的味道是非常浓郁 对 焦糖洋葱它是一个甜味 跟一点点的酸味 对 所以它会去平衡这个牛骨髓的 这个厚重的味道 这种会真的让我想象 是我以前在巴西的时候 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好吃 帕式羊小排的部分 我们选用是来自纽西兰 或者是澳洲的这个小羔羊的 这个羊背排的部分 那在台湾很多餐厅他们都是 会用所谓羊肩排的部分 那我们选用是羊背排的部分 那其实它等于就是这个 可以说是羊的热眼牛排的 那个部位的意思 所以它的肉质是比较软嫩的 很嫩 非常的好吃 可以再搭配这个 腌制过的这个珍珠洋葱 我们用甜菜跟汁 还有这个白酒醋去腌制 那它就是会有点脆脆的口感 脆脆的口感 跟比较强烈的酸味 那它跟这个肉类 也都是非常的搭配 真的 哪个脆脆的感觉 哇 你们看 甜点来了 请问老板 这个甜点的名字叫什么 这个甜点叫做解构提拉米酥 解构提拉米酥 对 这个就是 这个是Mascarpon Cheese 去做成的一个慕斯 台湾的消费者 我们比较不喜欢 很厚重 很甜蜜的 对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 去制作这个慕斯的话 我们就让它的口感很轻盈 那 我个人吃过太多慕斯了 对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一种的 真的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的天 好 对 感谢观看